周三在阳光鼓道的矽谷 Target百货公司前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今天股市变动很大 不仅到曾经重跌500点 比特币也重跌到3万块钱一个单位 短短两三天就重跌去掉了1万块钱一个单位 可见着5月份变动之大 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你必须谨慎而小心 主播我今天要来谈谈这家公司 Target百货公司 Retailer因为4月份分发 Stimulus Check 你跟我有1400块钱 当然当政府撒钱的时候 Retailer自然就受贿 但是唯独这家公司 他今天股票涨了12块钱 今天是过去12个月来最高的一点 而且分发股息近3%一年 可见得这家公司的确有做生意 一个成功之道跟秘诀 因为Walmart在上一季并不这么好 碰低谱也不好 唯独这家公司 怎能有如此高的底气股票 是今天年高呢 而且分发股息3% 主播的观察有三点 工作 你的参考 这家公司Sales在上一季涨了23% Outstanding job 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服务跟branding 我来谈谈服务 这家公司当然有网上 也有实体店面 重点它还有Curve Service 你如果不愿意进到这家百货公司里面 你也可以在店外收取你自己的货品 可见得服务好 而且这家公司的target的branding 它里面卖的东西 Walmart也没有 Costco也没有 所以branding也好 总结第一个观察 服务好 branding好 第二个原因 pandemic的缘故 大家当然谨慎 小心的用钱 这用钱当然1400块钱 你可以在Walmart 可以在Costco 可以在Macy 唯独这家公司 因为整个消费者的忠诚度 非常的高 号称是大城市的中型supermarket 乡村的小supermarket 所以这家公司的策略 非常的成功 让年轻人愿意来 也让老年人也愿意来shopping 非常stylish 所以它的整个市场的行销区隔 也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第三个观察 不仅上一季好 现在卖的好 而且CEO能够预测下一季target 一样会成长很好 当然市场就非常的接纳 这种非常有正面 而且非常有预期 以好盈余扩大盈余饼的这家公司 target 百货公司 也希望你自己不知道过去一季 有没有到这家公司来逛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你艰辛依靠上帝 你自己因着上帝就十分平安 因为你依靠上帝 愿意上帝祝福你 有聪明有智慧 在这一段最艰难的时间 最继续的能够帮助你往前走 也愿意你热情点赞支持 跟订阅开启我们的小叮当 帮助我们继续制作好的节目 PowerChain 陈上豪 周三在阳光普照的矽谷 Tarket 百货公司 跟大家来报导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